唐顺之也不是因为这个 才拼死作战的 我知道 但是这样的事情 真的让人没有办法认同 我心里烦得很 你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 当然可以 但是离开之前 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 我们得到消息 田中心医已经被迫 提前开始撤离计划 所以我需要你安排人 严密监视它的一举一动 我已经安排好 所有的内线了 已经进行监视了 你放心 我虽然有些灰心 但是我不会忘记 自己的职责 我们最终的目标 是粉碎敌人的封营计划 达佐 铁路运输 如果不能完全 做到保密的话 我们的人员和物资 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但是目前 铁路是最安全的方式 我们是否可以把物资和人员 分开进行撤离 人员乘坐汽车 用重兵把守 这样的话 就会显得很安全 你说什么 重兵 要不要调动部队啊 经过前面的损失 我们目前 手上所拥有的 只有一个半中队的兵力 这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 这些游击队实在是可恶 其实他们的实力 远远逊于我们 但是他们在局部占据着优势 而且他们有 人和地力 而我们 毕竟是外来着 那如果铁路行不通的话 我们只有铁路运输 这一个选择了 李子墨这个想法很大胆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掌握了 更多的主动权 行动就更加有把握了 可是两线作战 你们身上的担子 可就更加重了 只要上级决定了 我们就会克服一切困难 对了 江户统治什么意见 我已经把情报 向他做了汇报 他完全同意 好 好 只是他觉得 不能直队移住 发动袭击 对 那样的话 目的太明显 天中心仪反而会起疑心 是的 江户统治的意思是 要多处 展开一次整体的行动 让敌人误认为 我们发动了一次攻势 这个主意好 好 不仅如此 什么 只是 今明两天 日军在铁路 公路 运输的详细清单 这次行动 不仅仅是一次阳攻 而且还可以破坏 敌人的军火运输 同时为咱们游击队 提供物资补充 好啊 叙叙叙叙叙叙 一石二鸟 这样吧 我马上回去 召集部队 立刻行动 好 你知道吗 我过去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加入上海战 为过效力 是我曾经的梦想 其实这也是我曾经的梦想 你现在是怎么了 后悔自己参军了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参军 我们队伍里 有很多优秀的青年 你也见识到了 他们爱国 甚至为我们祖国洒下热血的时候 没有半点的忧郁 我知道 唐顺之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啊 可是 我们的上级 却为了政治目的和集团利益 而罔顾他们的牺牲 你知道吗 曾经在我眼里 沈处长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榜样 他无私 忠诚 爱国 可是我真正参与到任务中才发现 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 他们有很多的政治目的 还有很多私心 甚至为了达到目的 会不择手段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一直以来信奉和信仰的 到底是什么 据我了解 你之前是因为在军校的时候成绩优秀 所以一直在军校担任教官的工作 学校的环境相对纯粹美好一些 你怎么会突然说起这个 其实你内心 并没有做好接受这些现实的准备 而我是在经历过这些之后 才做出的选择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选择加入八路军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 嗯 抗战开始不久后 我就离开家参了军 当时加入的 就是你们国民政府国民军 是 在那儿 我遇到了很多热血青年 你跟沈飞 就是在这儿认识的吧 嗯 是的 还有安生和孙明昊 当时我们大家 都是满腔热血 想要报效国家 可是你知道 我们在新兵训练营里 遭遇了什么 我听孙明昊说起过 应该是教官很苛刻吧 训练多流汗 战时少流血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可是我们的教官 不仅苛刻我们的军侠 还剥削我们的伙食 一天训练下来 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所以你们就离开了 我没那么容易放弃 我联合了几个兄弟 其中就有沈飞 我们搜集了她的犯罪证据 把这些证据 递给了军政部 那军政部的人 是置之不理吗 他们没有置之不理 很快就派人下来了 只是没想到 被抓捕的 竟然是我们几个 上告的新兵 为什么 我们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 直到我们发现 审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教官 我们才知道真正的原因 为什么审讯你们的还是她 因为她是军政部高官的嫡系 她贪污的那些钱财 有很多进了这个高官的口袋 知道最后 给我们定的什么罪名吗 什么罪名 诬告长官 霍乱军心 天哪 这个罪名在当时 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所以我们逃跑了 以我和沈飞的本事 求不了公平 但是逃生的本领还是有的 后来我们晃荡了一圈 最终我们去了延安 在那儿 我们遇到了一个热心的老兵 他把我们带到了接待室 而这个老兵 就是我们后来的团长 我们当时根本就看不出来 在我们的队伍里 不仅是连长和我们吃的一样 就连团长 师长 吃的用的都和我们一玩无二 在那里 没有国民政府的官僚作风 和腐败气息 到处都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希望 陵冲 我做出了我的选择 你也要做出你的决定 而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决定 负责任 当然 现在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 先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 至于之后何去何从 选择全在你自己 无论怎么样 我都尊重你的选择 没想到 我们竟然陷入了这种境地 在我们控制的上海 我们竟然要时刻担心 遭到敌人的攻击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 警察局因为毛峰的缘故 变成了一盘散杀 完全指望不上 而仅凭我们特高科自己的力量 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我总觉得 警察局长毛峰这件事情 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田中军 我觉得你现在最要紧的 是想着怎么安全处理上海 而不是在这探究这些往事 没错 没有 关于这件事情 我确实需要你帮忙 我无法调动宪兵队 或者特高科的人员 对你的部队进行护送 这个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你有权力可以调动 临时更改部队的行程对吧 如果真有需要 我可以搬到 但是仅限于 竟有陆地向外检发的部队 这就足够了 进来 大少爷 物资筹备得怎么样了 筹备了一部分 但有些东西 在上海根本找不到 我说过了 要动用我们一切的关系 在上海没有我们 解决不了的事情 大少爷 其实 司令部交代的事情 尽力去办 不要过问太多 明白了 那批军火今天晚上起运了吗 军队的汽车已经运走了 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开始往火车上装运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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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 走 快 拜託,拜託. 田中信一除了特高克 就只去了县兵队 还有司令部 按你所说 如果他马上要撤离的话 应该忙乱才对 不应该这么安静啊 那都未必 这个人狡猾多疑 不到最后一刻 不会显露出 自己的真实目的 可是 既然他在海军那儿 得不到支援 哪怕你要对公路 和铁路进行袭击 他也不会更改计划 以前或许不会 但是经过我们 这么多次打击 田中信一的心理 发生了变化 他已经输不起了 我们也一样 现在这个关键时刻 就看谁沉得住气了 大佐 时间紧迫 您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所有的化学武器 已经实验一起 全部通过 火车预设 人员 以及所有的文件 再从公路出发 可是公路出发的话 需要两天时间 路况复杂 再加上 咱们的研究人员 都是文职 一旦遇到敌人的话 可是目前找不到一个方法 能够保证 撤离行动的安全 报 提醒我 上 大佐 我们的交通线 受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是公路还是铁路 公路和铁路都遭到了袭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传道阁下 目前的消息 我们的公路 铁路 以及郊区的各个货站 都遭遇了敌人的袭击 一共接到几个地方的报告 一共接到了八起袭击 但是我们都已经派了兵力 前去增援 居然发动了如此规模的袭击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同志们 上 快 同志们 快 快 快 跟上 快 下来 来 走 走 快 接着 同志们 快 快 报告连长 报告装置已经安装完毕 好 给同志大家赶紧成立 是 撤 撤 来 大草 子牧 你这两天做什么去了 昨天晚上也没回来 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 大草不用担心我 我也不是小孩子 我能照顾好自己 我大哥呢 他回来了吗 他最近回来的都特别晚 那我昨晚没回来他知道吗 怕他担心 没告诉他 还是大草人好 我先回屋了 要不要让方仪给你做点吃的 不用了 我吃过了 二少爷回来了 好 好 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 这是李子牧 故意给咱们一次独处的机会 我知道 本来我想拒绝的 为什么 因为 我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静雲 什么都不用说 大战之前 能跟你单独相处一会儿 我就很满足了 就行了 是 啊 你 一个人 又太еп了 是的 你 不信我们 我们的注意力 我本来以为 近期进行的青角 已经对周边的敌人 制造了沉重的打击 没想到 他们还能发动 如此规模的袭击 对方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虽然其他地方只是阳攻 但还是给我们 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目前的估计 对方的参战人数 绝对在三百人以上 大嫂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 就起来了 我大哥呢 他还没起啊 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回来 处长 来 处长 您一夜没合眼 忙完这两天就好了 知道您很辛苦 但是 天中大所交代的事情 还是要尽快完成 这个您放心 不仅黑市 就连国外的供应商 国外的走私饭 我都联系好了 我马上就去落实 很多事情不必亲自去办 交给几个得力的手下 让他们办就好了 明白 黎处长 轻目中作来电 请您立即去司令部一趟 好 我知道了 送吧 来 你怎么来了 徐老板找你 你坐稳了啊 你坐稳了啊 事情都确定了 进来 怎么把李初成义叫过来了 好 将军 您找我 有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全力协助 秦海风同志 着急把我们叫过来 自己迟迟回到 究竟怎么回事 你不要着急 既然他能做出这样的安排 肯定有他的理由 什么理由 你自己也说过 如果不能掌握 田中信一的 具体撤离时间和方法 那么 我们就不能进行 下一步的行动 你的意思 他现在在等待 等待江户同志 给他情报是吗 没错 这件事情 就拜托李局长了 请您放心 这件事情 我回去以后 一定尽快落实 有了消息 马上通知你 小子 他会陪在你的身边 协助你搬离此事 麻烦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这件事情 要不应该 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 田中信仪将通过水路 离开上海 那既然海军拒绝了他们 负责解决船只的 是新政府的哪个部门 由物资供应处 负责征调船只 那 那就是你大哥负责 我去找我大哥 只要他帮忙 我们就更要把火 等等 你先坐下 这件事情啊 你还是要慎重地考虑 你想啊 田中信仪 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 他在你大哥的身边 一定会被人严密监视 如果你贸然去找你大哥的话 反而会让敌人产生怀疑 我会小心的 再说 在外人看来 我去找我大哥是很正常的事情 并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那这样 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你大哥不同意的话 千万别勉强 我们再另外想办法 只有尽快地从我大哥那儿 获取情报 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 做充分的准备 我觉得 李子牧说得对 如果有大哥的帮忙 那么我们会尽早地 知道敌人的安排 就这么决定了 靳云 你去通知安生和明昊 让他们准备好报告材料 船上肯定有中国船员 让他们准备好药量 这样的话给他们时间逃跑 届时我们会计算好时间和路程 我们在爆炸的区域 准备好船只营救他们 我知道 对了 田中信一这个人特别狡猾 在铁路方面也不能放松警惕 放心 那是自然 之前我们在铁路方面的布局 依然照旧 另外 徐老板 你去找一下严小丽 让他把火车执勤的警察 换成信得过的兄弟 这小子现在在警察局的权力 越来越大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可是 徐海峰同志和严小丽并不熟啊 阿德和小光 已经帮许老板做过事了 严小丽就更不是问题 怎么 这俩小子已经跟你说了 那当然 别忘了 他们可是我的兄弟 这艘船的规模符合我们的需要 这哪家公司的 汇通航运的 不过这家公司 现在在跟一个英国海运公司合作 如果现在要争调的话 估计要费上一番功夫 你约一下黄老板 我亲自跟他谈 这个黄老板 现在已经跑到香港去了 现在打理这家公司的 是一个英国人 这帮外国人只认生意 对新政府不太可以情面 那就跟他谈生意嘛 让他出个价钱 我们先把船买下来 大商业 这笔经费会很大 如果申请的话可能会 事机从全嘛 钱从我们公司出 先把船买下来再说 好 那我马上去办 还有啊 船上的人员要一并跟过来 薪水嘛 比他们原先翻一倍 明白了 黎处长 我随他一起去 那就辛苦小泽君跑一趟 实地查看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及时通知我 您辛苦了 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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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宾哥 二少爷 今天你怎么来了 大哥一晚上没回来 我嫂子有点担心 让我过来看看 大少爷就在办公室 你可以直接上去找他 好 我今天还有点 其他事情要做 就不能陪你了 好 那你先忙 好嘞 进来 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关心我 你是关心轮船的事情吗 听说你负责 为田中信一征调轮船 我这心里一下子踏实多了 我刚刚接到命令 你怎么知道这么快 魏平哥 陪田中信一的手下外出 是去看船只吗 这是那条船的资料 我能帮的 也只能到这儿了 大哥那么尽心尽力 为日本人做事情 对自己的兄弟 可不能就这么敷衍了事 那还能怎么着啊 难道要让我帮你 把这个船给炸了 果然是亲兄弟 可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这边请 小泽先生 对船只的状况还满意吗 好 非常地好 今天晚上就把这艘轮船 停到我们的军事码头 我们要安排专员 对轮船进行改造 是这样 如果要进入军事码头的话 所有船员得办理相应的手续 还得麻烦您回去 出具相应的文件 文件 我会自行助理 好 为助理辛苦了 您客气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您客气了 你到底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我需要知道轮船的具体出发时间 还有航线 另外 我还需要你帮忙 安排我们的人上船 我可以帮你在船员的名单当中 添几个人的名字 但是具体的出发时间和航线 只有田中信一本人才知道 这个我帮不了你 田中信一不是委托你 帮她筹集物资吗 在装运这些物资的时候 你一定会得到通知 你对我的举动倒是十分清楚啊 大哥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求你 请你一定要帮我 日本人一定对物资供应处的电话 进行了监听 我不可能通知你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 物资储存仓库的具体位置 行不行啊 看看你这 一直等不到你们的消息 所以就过来了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 经过昨天晚上袭巾 田中信一终于决定从水陆里看 李子慕怎么不在 田中信一决定从供应处 征掉合适的船只 所以为了获得我们必须的情报 她去找到大哥了 没错 这件事情只能她亲自去做 别人帮不了忙 好 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在为撤离工作做准备 但是时间太过仓促 大型设备可能无法按时拆解完毕 加班加点也一定要如期完成 这是命令 大作可笑 川道教军不是与诺您后天离开吗 您为什么一定要提前呢 我自有我的安排 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考虑 既然知道时间紧迫 就督促人员抓紧继续 准备得怎么样 大作可笑 轮船已经正调完毕 今天晚上就会停靠在军事霸道 这个李子慕 果然是名不虚传 项率不是一般的靠 是的 这个事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走的话 恐怕很难完成 是李书长以个人的名义埋下了这艘船 好 这么说我倒是欠他一个人情 统计所有部队 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大少爷 小子三郎对船只非常满意 要求今天晚上所有船只 停泊在军事码头 他们要进行进一步改造 好 船员名单订好了没有 因为要为船员办理 进入军事码头的手续 我在汇通航运 已经全部登记完了 我需要增加两个人的名字 按照二少爷说的作慢 跟管事的人说一下 事成之后我一定不会亏待他 是 我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这两个人要上船的话 明天下午三点 在码头门口等我 我去送手续的时候 会把管事老王介绍给他们 不行 我需要提前上船 做一些准备 那就下午一点半准时集合 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准备 可以吗 足够了 好 交代他们一定要小心 不要让日本人看出破绽 放心吧 他们都很有经验 不会出问题 不过子牧 田中信一和立元昊 都是久经沙场的人 你们的人假扮船员是行不通的 那你有什么办法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我说这句话 你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肯定比我更有经验 好 太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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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各位听好了 这两个天 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 马上向我汇报 队长 您说的特殊情况指的是什么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情况 跟着我白混 那要是出什么事了 我去哪儿找您 我就在火车站 不是在站台 就是在值班室 放心吧 队长 您这么紧张 这是出了什么事啊 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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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你问的问 不该问的少问 走了 这些 是日军征调轮船的详细资料 货舱属于密封式结构 对我们的行动倒是比较方便 如果是密封式结构 那对于他们撤离 就是一个问题 你没有仔细看结构图 货舱并不是最底层 下面还有轮机层 所以呢 货舱里面有一个弦窗 这个弦窗虽然不大 但是足够一个人进出 我们所要做的呢 就是拆掉弦窗 跳入江中 当然 敌人也可以用这个弦窗 进行进攻 但是他们对这艘船 并不熟悉 等他们注意到的时候 你们应该已经脱身了 可是 并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出发呀 而且刚才你也说了 船只停靠在军事码头之后 他们会对船舱 进行改造 如果我们提前去布置的话 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这些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会把爆炸所需要的东西 提前放在船上 如果我是田中心医的话 一定会在出发之前 仔仔细细检查轮船 那你要藏在什么地方呢 你说得没错 这一般人检查呢 都会特别在意僻静 和偏僻的角落 往往会忽视了 就放在眼前的东西 排长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把东西 放到烟囱里面 对 烟囱是个好地方 但是炸药不能往里放 烟囱 亏你想得出来 不对 再猜 都什么时候了 还卖关子 赶紧告诉大家在哪儿啊 别那么紧张 我就不是开个玩笑 缓解缓解大家的情绪吗 你这个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赶快说 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好吧 救生圈 就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 藏在那儿是最安全的 有道理 救生圈 把要爆炸的东西 放到里面 绝对没人在意 虽然说没有人会在意 但是 不能确保 有人会不会搬动它们 所以啊 要藏在救生圈的里面 这船上的救生圈 是实行的 我们需要打开它 然后把里面挖空 再把炸药放进去 然后才封好口 所以从外观 看不出任何破绽 听起来 倒是没什么问题 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 肯定会通过船只运输 如果安生和明昊 能顺利潜伏进去 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展开手脚 对付田中信一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 田中信一 有可能乘火车离开 以我对田中信一的了解 它怎么可能 会跟那么危险的化学武器 在一条船上 进来 进来 请 燕军 真是辛苦你了 我答应过你 要全力协助你 而且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是为了天皇陛下 也是为了帝国的事业 为了帝国的事业 嗯 你要的专利我已经安排好了 时间是明天晚上十二点钟 具体的情况 松本会跟小泽详细交代 好的 都许了 一切都许 秘密即兴 放心好了 李悦君 你太过于乐观了 田中君 这一次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莎盛 母帝国歌曲 偶尔 一切都要 珍妙 祝补 十三 羽补 从夜色中走来 带着坚定的步伐 从黎明中走来 带着尘土和笑颜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和无忧的相遇 愿意踏上雨雪的真传 从默色中走来 潜伏着特殊的使命 从清晨中走来 带着初遥的微笑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和无忧的相遇 愿意倒在黎明的树光中 看啊 我们的队伍是那么的挥舞 看啊 我们的脚步是那么的坚定 为了真意 为了若皮 我们必须战争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